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討論一支Tripod Tripod這一支就是51.4光圈 剛剛收到的 當然收到鏡子,當然要試一試鏡 試鏡之前我們看看Tripod這支鏡子有關Technical Data 其實它有銀色和黑色的 這次只收到一支黑色 銀色的廠方還未有消息告訴我何時會到 因為銀色非常漂亮 我們一邊看看 看看規格 這支有銀色黑色,50mm 這支是MM 最大光圈1.4,最小16光圈 最近對焦距離是0.45米 當它在0.7米的時候 對焦環也會卡一卡 提醒你 打厚也沒有連動功能 因為MM機0.7米之後 就對不到的 就一定要用Light View 或者下EVF 去對焦 Filter Size M49 總量是281g 有14片光圈葉 光圈葉就是令鏡子 光圈收細的時候 非常之圓 收細光圈去拍照的時候 因為光圈葉數量夠多 令到光圈也比較圓 後面的散景也不會有起閣的現象出現 這件事也是非常之好 補充一下 鏡子收細光圈的時候 Tripod就會有紅點在鏡子顯示出來 這個就是Tripod鏡子的獨特之處 還有鏡子的光圈後面有個按鈕 可以拍了它之後 變成無段光圈 這裡用來拍片就非常方便了 拍拍就變成無段光圈 再拍拍就一格一格你會感受到光圈 一格一格卡住的感覺 這件事其他的手動鏡我又不見有 只是Tripod就有這個功能 非常之豪華非常之方便 用來拍片的時候 就去看一看 它拍出來的照片效果是怎樣 今次就分開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去街拍 第二部份我就會約了模特兒 HANA幫忙拍人像照 看看拍人和背景 散景的效果是怎樣的 現在就看看照片 那些照片 先打開眼鏡 老花看不到 那些照片就沒什麼收拾過了 都是用LIGA M10P去拍的 看看成像 我就覺得這支鏡影出來的效果是 比較柔和的感覺 就不會說一些很現代的那種鏡頭 銳利得很厲害的那種感覺 整個成像都很柔和 看得很舒服 而且它的顏色都蠻漂亮的 就是色彩還原度都蠻高的 看到這個 紅色和黃色的對比 顏色的感覺都非常豐富 顏色的感覺都是 而且立體感 都非常之豐富 這個就是拍攝路牌 看到那個色彩還原 真的非常之靚 紅色就有鮮紅色的那種 感覺 就不會說很淡色 看看這個 這個燈籠 亦都表現到 那個色彩非常之豐富 這個是我全開光圈去拍的 全開光圈的時候 那個銳利度都是接受到的 即是不會說 一些比較舊鏡的那種感覺 軟的那種感覺 這支鏡全開光圈都一樣可以用到 1.4光圈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紙 都非常之銳利 修細光圈去拍攝 修細光圈去拍攝的時候 層次都很分明 亦都能表現到你支鏡的 邊位和中間位置的銳利度 都會提高 但是提高銳利度的時候 亦都不會說 很厲害 會去到5.6、8光圈的時候 那種感覺 是好像那條邊很利的那種感覺 這支鏡就沒有的 是很舒服的 很柔和的那種感覺 好看回這張 這張我記得 都是收到11光圈拍的 看回天空的顏色 表現都非常之靚 立體感都非常之高 一層一層表現得都不錯 還有暗位裏面 層次都會看回 你看到這些 玻璃反光翻出來的 影像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我們再看下去 這張大家都知道 K11 這裏都是 在半導酒店外面的 十字路口那裏拍的 汽車的反光也都很漂亮 金屬的反光也都很漂亮 很有Leica的味道 這些反光真的 拍金屬的時候 都會表現到這支鏡 那個層次感都非常之好 大家欣賞一下這張照片 其實 每一樣東西都很有立體感 樹一粒一粒 都會看到 好 我們放大一下這張 這張就是帆船 我們看看帆船的感覺 是怎樣 放大到200% 好 看看 鴨零號 每一樣東西都看得很清楚 船上的人的樣子都會看得很清楚 如果落到6000萬像素 我都覺得是沒問題的 因為現在就用回M10P 都是2400萬像素 都已經夠做了 我覺得2400 如果落到6000萬像素 應該都不成問題 每一樣東西都非常之美 每一樣的層次、細節度都非常之高 連繩子的紋都可以看到 很漂亮 分析力都很強 看看這張 這裡調低一點 這張我都有撿過一下 講到對焦 如果街拍 用1.4光圈去對焦 要對得快和準 要多點去練習一下 這張都是1.4光圈去對焦 這張照片都很準 好 看看這張 這張是海旁的 Starbark Starbark 剛剛看到 有個光在後面打下來 然後有個人在 我覺得這個構圖非常之美 剛剛捕捉到這件 有些剪影 有些陰影 非常之特別 非常之特別 這個感覺 然後我們就回到夜馬克 夜馬克 去一去公司附近 當然是去女人街逛逛逛 拍一拍 這張都是1.4光圈去對 看到後面的背景 和前面的主體分離感 都非常之高 立體感都非常之好 夜馬克來拍的時候 然後 你都會見到 這一張都是開到盡去拍的 我都是 都是 差一點點 對焦那裏就差一點點 但是清晰度都高的 以我來說 用黃斑對焦1.4 都是在街拍來對賭的 我覺得 你見到背景 散景都非常之美 這個小妹妹 這一張我都是 開到盡去拍的 是啦 調光一點點 我去出一點點顏色 摸隔他 旁邊的人 就 都很準 你看到皮膚的細節度 都很高 如果對準的時候 皮膚的細節度都很高 一會再講一講 拍人像那種感覺 現在 看散景 散景其實 都非常之圓 散景都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也有一些舊鏡的散鏡出現 有一些橢圓的感覺 鏡頭大概拍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都非常之好 而且造工也非常之優良 稍後就會看看拍人像的表現是怎樣 現在就看看我和Hana拍照 究竟效果會是怎樣 回到中環 因為我都很喜歡在中環拍人像照 可以拍一些香港特色的東西 還有中環也有很多不同的廣告招牌 都可以打光的人 我很少用閃光燈或者LED燈去補光 全部的相片都是現場光影的 看看這張照片 看到散鏡也非常之美 這些照片都是全開光圈去拍的 你看到後面都是一個一個圈圈的散鏡 都是貓眼的樣子 這些散鏡我也是最喜歡的 因為都是一些舊鏡的散鏡 你會看到貓眼的 還有緊著條光邊 而且你看到質感都非常之好 其實它對到焦的時候 在1.4光圈都會有非常之銳利的成長 給到你 就不會像舊鏡一樣 說真的開盡光圈的時候 都會很軟的感覺 雖然很銳利 但是就不會拍到好像有戒眼那種 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個過度都非常之美 那些照片我都沒有怎樣撿過HANA的皮膚 但是拍出來的效果都非常之好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了 如果在後期那裡 再加強一點皮膚的質感 還有撿走一些瑕疵 我覺得會更加好 但是後面會有幾張照片 我就會重手一點 會撿多一點 那個分離感和立體感都非常之好 你會看到人都很突出 在這張照片那裡 中環拍照真的很有感覺 就是每一處地方都會看到 很多不同香港很有特色的東西 例如電車、巴士、電車站等等 HANA都很專業 去到每個不同的位置去拍照的時候 都可以給到不同的感覺給我們 這張照片的對比度我是撿高了 因為我覺得晚上拍照的對比度高一點的時候 立體感會好一點 還有分離感也會好一點 其實有些照片我都對不到焦的 因為都是大光圈、教皇班去做 其實我都有時真的對不到的 還有轉為黑白 感覺都會蠻好 你看到在中環拍照 很多後面這些燈你都會拍到 你會看到前景和後景都做得很好 過度都非常漂亮 我們看看這幾張 其實這幾張我都非常喜歡 因為你會看到後面很多不同的燈 會顯示到散景的特色出來 例如貼著邊位這些 就會有些貓眼、橢圓形的感覺 再去中心那裡 你會看到散景就會比較圓 HANA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專業的姿勢 我拍的時候都可以發揮到鏡頭的特點出來 你看到對準的時候 銳利度真的非常之高 這張照片都是全開1.4光圈去拍的了 我們看看這幾張 其實這幾張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我在後期那裡都做過不少功夫下去 你會看到很sharp的感覺都會出來了 而一些手動鏡都可以做到一些很現代的感覺 還有散景有些師兄問 是不是0.95來的散景 其實都只不過是1.4全開的 這支鏡就給了這種感覺 給我散景是否不止1.4呢 你會看到真的非常銳利 你對到的時候真的對到眼睛 另外一隻眼睛就已經比較模糊 頭髮都會看到很清楚 層枝都很分明 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都非常之喜歡 因為對焦都對得非常之準 而且後面散景 你會看到在中環拍照 好像有種很節日氣氛的樣子 因為光給我燦爛的感覺 照片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對這支鏡頭有興趣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來我們旺角店可以試試這支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走刀 走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